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多蘇珊略遊戲名首先想到的便是任天堂旗下長青作品《聖火降魔路》系列 這次在N3DS平台上首次發售的本系列最新作 究竟會帶給老玩家如何的感動及新玩家怎樣的震撼呢? 在進到主選單前 玩家便可以先透過觀賞精緻流暢的片頭動畫 享受一場聲光俱佳的影音體驗 遊戲過程中可以看見不管是在劇情對話 戰略畫面 戰鬥動畫 在或是大地圖模式時物件立體感表現的恰到好處 長期景深與立體物件搭配得宜 亮度與色調的表現不僅切合作品印象 亦相當適合3D裸飾功能 總結來說 本作畫面清晰立體又舒服 相當優異 音樂表現上 雖然沒有特別的故事 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樂曲 但若以背景音樂輔助提升場景氛圍的功能來評價的話 那便可說是高水準了唷 戰鬥音樂音必點擊事發雲音的不同而轉變 劇情動畫音樂的表現也恰如其本 不宣兵奪主 本作並非全語音 僅在關鍵劇情時才有全語音演出 即使如此 考量到主機本身的硬體限制 與整體遊戲內容 有無全語音便不是那麼重要了 能否在關鍵事件中 將角色情感變化詮釋出來 使玩家當下能隨著語音融入劇情 是筆者的評價重點 而在此部分 本作起來的配音員演出優異 角色情感變化詮釋得相當棒 對於許多玩家而言 遊玩戰略遊戲最怕的是複雜的系統 及遊戲介面 但聖火小魔路覺醒的遊戲系統 相較許多SRPG作品而言 較為簡單易懂 遊戲內各項功能與按鈕的配置 符合大多數玩家的遊戲習慣 不論是拿在手上或置於主機立架上 皆不會讓人感覺操作不順 變扭 遊戲介面清除簡潔 將N3DS上下螢幕的硬體特點 及優勢良好表現出來 另外本作在純讀檔及遊戲過程表現都很流暢 遊戲節奏掌握恰到 入 shoulder 耳城 另一方面 ここ 你在只覆逐 透过本作而初次接触圣火小母鹿系列作的新玩家 或许在开始本作前 会先被这个富含历史的系列背后庞大且看似复杂的世界观吓到 但请放下这个负担 以轻松的心情游玩 本作内容即使没接触过系列旧作 也不会不懂主线剧情 主线发展十分紧凑 直线剧情一不马虎 角色常出现幽默诙谐的对话 在严肃剧情及烧脑激烈的战斗之余 有让玩家放松心情的效果哟 战斗演出有三种不同视角可以转换 也可以快转 放慢 或停格 这样的系统设计让战斗画面升华成一场秀一般 让人满足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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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弯度可是圣火小魔鹿系列的卖点 圣火小魔鹿觉醒 在系统上有许多革新 首先是战斗系统新增了元户及双人小队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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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角色不同专场能力的配合 使战场战术应用更为灵活 本作难度可能不如系列老玩家所怀念一般 但透过此两项新系统 提升了战略变化的丰富度优 并且本作亦有不同难度模式可供玩家选择 喜好专严的玩家可以选择最高难度挑战自我 战斗耐玩度非常高 另外就是好感度与结婚生子系统 由于一轮只能组成固定树木的异性配偶 所以每轮可选择提升不同异性角色的好感度 尝试各种配对组合与其生下的后代 大幅提升游戏轮述与寿命 也让角色育成多的新乐趣哦 本作还资源连线功能 可以透过精端连线与同好双人合作打倒敌人 对战或是交换物品十分有趣 圣火小魔路觉醒 作为N3DS平台第一款正统系列续作 发售前便备受各界期待 而本作不管在3D画面或特效的展现 音响与剧情的演出搭配 又或是系统与难度的平衡皆符合期待 想接触这个长期SRPG系列作的新玩家 相当推荐本作哟 而圣火小魔路系列作粉丝更是不要错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